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 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省的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九菜 我是Norad 今天又是這個 多軍兄弟們壯烈犧牲的一天 對我在早上的時候發一個限時動態 那限時動態就是寫著說 我發很多張 然後限時動態就是寫著說 呃空方的標的賺了30幾% 然後多方就算做對了 也大概才1%這樣子 對所以整個市場啦 就是整個非常非常偏空 然後今天又破底了 所以後面呢 就要再更加小心檢慎 破什麼底 對我們待會用這個價錢指數來讓大家看 那我自己覺得台股啦 我不知道今天是在殺什麼 那有可能市場上一些消息是說 只是投信 咦 記底在作帳 然後 外資原本就在賣嘛 那今天早上的走資是 美元指數又往上去碰他的高點 對所以說非常有機會 呃是因為美元指數今天突然拉高 那但是以技術面上面的結構上面來看 他這一次碰底 有可能就會直接下去啦 就是 一個 高位下跌之後一個 走一個中繼形態之後 往上再拉回接近高點的位置 然後再往下跌的話呢 是一個 呃就是 美元指數會往下跌啊 那 呃目前 呃目前呢 市場上呢 虛擬貨幣大家一樣嘛 就在上週漲漲漲 還漲 然後 到現在大家都會偏空看單 因為已經砸 砸了 呃也沒有到很多啦 就是從高位2100點左右 然後 現在大概在2000出 然後大家就是期待 他那個指數很會跌破 對市場上的消息是 這樣 然後美股呢 相對來說真的比較強勢 對這兩天呢 看著美股然後去進行 呃操作的話 基本上就沒什麼用 那像上週 上週就還蠻好用的 只是我們的 呃這個 期貨呢 到達這個 呃好像不是上週 在這一個禮拜啦 直到達15400之後呢 雪值是 順勢往下去跌 對 然後 今天就不講指數了 就簡單的來講吧 然後 非常感謝今天這個盤市 大家還來看我影片啊 對 那 呃不管說你看影片是為了這個 看這個個股呢 還是說你是想要來看大盤 或是想要 學些東西都非常感謝大家來看我影片 那今天應該是只做一部 影片就好了 對 因為 呃整體來說 目前空方可能還要遠一點才會空吧 雖然說 你在這幾天 應該說在這一週 或是上週 你知道 然後 假設有拉高去空的話 基本上應該都是獲利的 對 那 我也沒有太大的 呃 偏多或偏空的思維 但是整體的結構 大家應該懂啦 還是偏空啦 市場上是偏空 但我個人就 呃不偏空也不偏多 因為 因為我會做孔也會做多啦 然後 我自己 就是 其他的 美股是沒有啦 就 虛擬貨幣跟台股這樣子 做這個 操作 然後 再 晚一點應該會 再 找一些 就是 昨天跟前天都有發的 會名片 對 我也是不希望大家輸錢啦 不過 我自己也是賠錢 因為 真的沒有人知道 什麼地方是底部 那當然你可以說 喔 現在講說空手的人 就一定是勝利的 因為他們就說 啊 空手空手啊 然後等待什麼 牛市回來再買啊 沒錯 但是 呃 或許啦 或許 在此時刻是沒錯 但是 那如果假設是去年呢 去年也很多人說要空手啊 結果股市還是往上漲 那是不是就會錯過 那前年 對不對 前年也大概就說 啊 股市要跌到什麼 五千點啊 然後多少點 然後才要買 結果到達八千多點 就 反彈了 然後就買不到 我自己身邊的朋友也有 雖然我知道他可能也是 一些打打嘴炮 只是根本 就是沒有 沒有在操作的人 對 所以說 什麼時候 到底是底部 沒有人會知道 所以我們才是採用這樣子 向下去接 那當然 停損真的要控制好 我自己是 就是 我會設這個 停損單 像我最近進的我全部都設停損單 那 零股也是可以設停損單 反正 呃 你一張 兩張 十張 一百張 那都可以設停損單 當然買太多的話 你設停損單 有可能 直接 呃 你那個價格直接大滑價 如果說一些比較沒有量 你有買太多的話 然後 目前的想法就 依然是這樣 但是 目前的大盤呢 如果 應該說目前破底 所以在 往後面的日子 如果說他沒有在打一個結構出來的話 我覺得去接多 都是比較偏向於危險啦 但是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這一波真的在砸的還是 偏中這個全之谷 比較多啦 對 比較多就是台積電啊 聯電啊 那 一些的啦 反正就是一些全之谷 好 前面講了五分鐘的廢話 我們直接開講吧 今天 就 一樣 簡單的 略過這樣子 那我們看一下 嘉群指數目前日線結構啦 對 就是 呃 現在 剛剛去規劃出來的線是 大概在今天呢 如果說這個結構是成型的 那大概在今天 因為我們有確認過兩點嘛 我都說下降趨勢線 上降趨勢線 去確認兩點之後 畫一條線上來 或是畫一條線上去 這樣就可以知道說 而什麼地方有可能進行反彈 那大盤 已經接近這邊的線了 那 我也不敢說 這地方不會再往下去走 對 我沒有辦法去確認 但是 可以知道是有可能 在這邊會反彈 如果說以結構上來說 那當然你也說 呃 現在畫一些技術結構沒有什麼用 然後 什麼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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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ok啦 都ok 你說現在目前股市是空方嘛 對 這樣講也ok 對 那 什麼時候牛市 或許真的在反彈的時候 對 反彈了大概兩三千點 然後你才敢做經常 對不對 人家搞不好已經超底超在底下了 那都是有機會 所以說 市場上真的沒有任何對錯啦 對 那目前看的結構是這樣 那 呃 會說破底的原因是他破了這個去年的 這邊打出來兩個底 就是 去年1月29號嘛 那再來就是去年的5月 5月這個地方 對 5月12到這個5月17號嘛 這兩天的第一點 在這天已經跌破了 對 之前是進行一波反彈 那時候也是爆大量的那一天 對 大家應該記得吧 就是在上週四 這個起貨爆大量有人在接 但是今天的量是 確實是比較少一點 但是他是到達了這個技術結構裡面 有可能反彈的一個位置 那當然如果說 當時候 對 先講一下 當時候假設 喔 這一根出來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畫的話 那他還是有機會 像這一根一樣往下去疊啊 對不對 所以說 不一定 完全一定撐得住 但是是有機會 當時候這個位置也是 就是反彈的位置嘛 5月12號 好看一下貴買 呃 貴買呢 對阿 還沒有講 就是說 今天這個美股會 美國會公開一些總經的指數啊 是中期經濟的一些 數據 對阿 我自己的看法是 感覺目前美股的一些指數 跟我們台股其實基本上 今天來說是整個 蠻脫軌啊 就真的沒有 不太相干啊 對阿 美股其實 在找盤的時候 其實撐得還不錯 就跟我發的現成都一樣 撐得還不錯 但是 台股就使命的往下砸 好看一下貴買 目前就一樣 看一下這個179這個位置就好 因為基本上就往下砸了 所以就一樣 看大概前提點就是附近 那當然他也沒有一個 呃 確切的數字啊 就大概抓一個範圍 對 抓一個範圍 就 差不多差不多 好 阿 就來看一下期貨吧 期貨今天呢 那量是有稍微出來 但也沒有像 之前一樣爆在一個大量 那這邊的量其實老實說就很像這一個 6月16號他破了前面這個 5月12、13這邊的低點的量 就是 誒有爆個量 然後有人去做防守 可能這個人 可能不是阻力 所以他才順勢下去嘛 那如果說真的是阻力的話 應該要守住嘛 大家懂這個邏輯嘛 就是有人在這邊做防守 但是是被 使命往下砸 錢不夠多啦 錢不夠多是撐住這個支撐 所以是 往下疊的一個 一個感覺 所以基本上今天這個量還不夠大 沒有促成一個反彈的感覺啦 我自己學的是這樣子 對 然後 對 指標應該目前也不太需要 不怎麼看啦 對 那以整體的這個壓力的區間啊 今天這個位置 大家才真正想要做防守 對 這邊這個位置是之前前提點啦 前提點這個位置 大概是落在14800整肅這個價格 是今天爆大 最大量的位置 收盤的位置 所以 在明後天呢 這邊反彈是 來做空的啦 對 大家可以抓住這邊的機會 現在 拉高去空 我覺得是一個 比較好的方式 那當然 如果說你不會空的話 第一 你就觀察 就看戲 啊 你就看自己 也去 趁這些時間去學一些技術型態 啊 去學一些基本面 都OK 對 然後 或是說啊 你就是真的想要進 那你去空看看 然後 你去做多看看 都可以 對 反正要挺過了才是一條好漢啊 如果說沒有 只有玩過去年和前年的話 那就 真的不知道股市的 陰險的可怕之處啊 好 目前就大概看這樣子吧 我們就來看美股目前情況吧 這個 納斯達克 好 我們的納斯達克啊 往下砸了 往下砸了 然後 然後我們的比特幣 在剛剛我在講解的時候 也是 這樣子 欸 往下砸了 對 往下砸了 所以 基本上 對 比特幣看空嘛 然後 呃 納斯達克目前應該也整個 大轉空了啦 大轉空 所以 之前的反彈又是 等一下 反彈假的 那目前呢 要 要來測試這條 黃色的線啊 那這條線呢 也不一定 準確 只是在一些 呃 結構上 是有看到一些 支撐的感覺 對 就把這句話給大家看 一些支撐的感覺 所以 呃 不知道會不會是 現在先疊呢 然後 晚上再反彈 當然 這個 很難說 對很難說 那 他現在目前疊 我覺得 可能 反而是一件好事啊 為什麼 對 因為 之前其實有說 呃 說什麼 他如果說 他這樣一路這樣子 往上去漲的話 其實是 不容易 呃 是比較容易下來 但是 如果說 他是有來一個 二次的 對 閃上去 然後來一個 二次的回探 你把它想像成 這邊是一個 W底的感覺 那當然 目前還沒成型 都只能說 做一些 預測 那目前如果說 真的砸盤砸下來 那 確實 在一些 結構上面 來一個 雙底部 再做反彈 是比較好的 那我看一下 其實我美元指數呢 今天 那時候 我看到這一根的時候 我就覺得 嗯 應該是 台股 我就會做反轉的 然後後來這邊 確實台股有反彈 但是 後面這一段呢 欸 往上漲的時候 台股 結果 這個 期貨直接破底 又 在 底 前低一點 又更破 然後這邊 明明就是走一個 中繼 一個結構是 美元指數 往下 不過我們台股 似乎 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啦 對 似乎也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 反正就是 台股持續漲 明明就是美元指數轉落嘛 那 台幣升值 結果 這個 還是持續下跌嘛 對啦 好我們就來 簡單 快速看一下個股吧 那 是 看一下昨天的宏達電 就是說 他點進版 然後 也 覺得啦 有可能 主力是有想要願意做防守 或是一些忠實物 但是 今天的開盤 今天的 對 開盤就很差嘛 所以他順勢疊下去 所以順勢疊下去 所以 其實我們開盤 大概只開低大概100多點 但是 但是就是 突然盤中又砸個 兩 兩百點左右吧 兩三百點 對 所以說真的 沒辦法 做預測啦 所以說 跌停版呢 就盡量 真的 不要去碰啊 不要去抓反彈啦 我覺得就 偏 偏向於危險 然後目前又掉回他 下面的這個位置 就之前原本 這邊是支撐嘛 對 這邊也是走一個 類似W底的感覺 雖然說不是說 太完美的一個W底 對啊 不是說太完美的一個W底 然後這邊上去嘛 那這邊你可以 把他當作這支 股票本來是拿來炒作的 因為他是說什麼 洪大電有進入這個 冤宇宙這個論 討論的論壇 那目前看的看法 要嘛 就再回去 要嘛 就疊到這邊 再去看看吧 疊到這邊應該 還是有機會做反彈 因為既然他 砸到這裡就開始反彈 感覺是 有在 主力有在看前滴吧 就42塊這邊 之前這邊 這邊這個結構 對 是有在看的 好看一下 聖達克 聖達克這一 這一檔 我也是蠻歐的 因為 當時候 我自己是 大概空在這一根吧 對 空在這一根 然後 嗯 一樣嘛 那時候是一個 比較偏 多方的思維 對 這邊是比較偏 多方的思維 然後就沒有把 這個單 欸 繼續留著 然後後面 找上去的時候 覺得 感覺 有點怕怕的啦 對不對 雖然說 嗯 就是抓個 這個停損價格 也可能把它打掉 不過一樣 就那時候 他是比較強勢的 然後 我的單沒有 就放他 沒有放到底下 這邊來 就 在這邊附近呢 就 小虧 就 停損掉了 對 停損掉了 那目前的一個結構 我們來看一下 有什麼不一樣 對 目前呢 這邊也走一個結構啦 就是說 呃 有一些 技術形態呢 會 把 會有人把 這個 這個位置 對 這個位置是 現在目前是來個雙底啦 對 雖然說他已經跌破了他的 上升趨勢 收盤跌破了嘛 然後 他反過來應該變壓力比較重 所以 這一波呢 這樣子 雖然說今天是打到底部 那 有可能會有一個契機做反彈 但是 這也是取決於 今天 這個底部做入場的人 比較有機會 明天逃掉吧 對 那如果說明天再往下跌的話 壓力 欸 支撐就會看一下這個範圍吧 看看這個範圍 那 這是市場上有些人會看的 但是 呃 以現在的一些熊市來說的話 我覺得 看最底部 或許 更安全 大概可能 130左右 對 目前只能這樣看 好 看看羽制 羽制也是嘛 那時候說 這邊這一根嘛 爆大量的 然後又再 出現在最高價格的 大量 其實就是 偏向來危險 那 當然 他會不會往後面有機會 你抵到這線 然後往上拉 不確定 但是 我雖然那時候 我記得在這一根 這個 講解嘛 然後 我在昨天的時候 我也在考慮說 我要不要坐進場 但是 我自己就去思考到說 誒 我其實自己都講什麼 我自己都講說 這個爆大量 對 高點的時候爆大量 然後又是在 最高價格 然後 是 一個偏危險的一個結構 那我自己是選擇 我不去接啦 對 我不去接 那 今天可能盤是差 他順暈下來 不過他守住前低一點 就跟剛剛的那個 森達克 有點像 對 只要他守住前低一點 你就可以把他視為 他是在走一個 呃 比較 可能有人在做防守的一個結構 不過 真的這個只能用在 可能你今天去做日常 或是說 你疊下來的時候 我再順序做加碼的人 比較好去逃掉 不然的話 如果說你真的是 買在 比如說 6.7.5 然後 他往下疊 疊到65 你沒有在去做加碼 那 呃 就比較難去在明天可能跑掉 對 當然今天看起來是有人在做防守 不過 我不確定明天的盤勢嘛 現在目前是一個 蠻弱的一個走勢嘛 好啦 我們看一下 滑星 滑星 基本上 應該就是 把他當作他守住啦 對 把他當守住就好啦 然後 尖量呢 是7萬張嘛 對不對 然後 前面守住的這一根拉 下影線上來的 這一根是6萬7 所以 你把他當守住吧 因為 亮出來了嘛 然後剛好也是 卡在36 並沒有跌破嘛 第一 他沒有跌破36 呃 沒有人 什麼 像之前這一根是 別人跌破之後 回心産意 把他買回來 不過這一根就剛好卡在這邊 所以 就把他當作他守住吧 就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一點看 那目前的結構還是必須去 呃 越過下降趨勢線啦 對啊 越過下降趨勢線 然後看一下 那個 元太 元太 在蠻久之前的時候 說 我會抓這邊這一根嘛 然後後來呢 他有跌破之後 再往上走 再 再後來 我就 不知道多久之前 我把他改成 這個 就是我會接的位置 大概是 接近這個186 187 這邊附近啦 主要是抓前面這邊的敵點 然後今天跌停板 剛好 打到這裡 那 一樣 呃 整體的結構呢 如果跟剛剛的宇智來相比的話 他還並未轉弱啦 並未轉弱 所以你把他當作他目前是要 回來當作一個區間 當然有可能因為今天跌停板 所以 他沒辦法往下去 雜破 不然今天有可能 搞不好順勢直接雜破支撐 但是 如果說明天開盤 依然能開在這個附近 你一樣可以把他當作是 他有支撐 但是 一樣 停損要設好 因為有可能 他會形成一個高位 就反轉下去 資金真的就跑光光 也是有機會 但是 因為目前的 籌碼 我好像也看不到吧 對啊 不知道是不是 頭信賣的啦 對 有可能今天 這個 頭信在作帳 然後把他賣掉 也是有機會 然後 盤勢插碼 沒有人 沒有人願意用外盤去接 然後 就順勢下來了 對 這也是有非常有機會 所以 只要他明天開盤 開在這附近 依然可以去看 但是 非常有機會 欸 我們稍微看一下吧 頭信的 持過比例 4.74% 嗯 應該還OK啦 應該還OK 因為 如果說他持有的比例太高 的話 有可能他明天順勢就砸破 像之前的台表科 從300多塊疊到100多 也是頭信砸的嘛 對不對 那時候我跟大家來 稍微做一下說明 所以明天如果要開在平盤附近的話 或許還是可以嘗試看看 然後看一下金鴻 金鴻這一檔我覺得 屬實 確實是還不錯 對 因為他 這一波疊下來 他還沒有並未疊到之前的低點 對不對 所以還沒疊到前面的低點 4月7號這邊 所以 依然就看一下這個低點的位置吧 主要大概就125吧 就抓125 那你可以 抓這邊的低點 121左右 那反正你這邊的範圍都可以去觀察看看 那 目前走一個結構就是 疊下來之後反壓下去 這樣子 那 那 這邊就成形了嘛 這邊成形了 走一個蠻對稱的 對 所以 這 這應該也不是什麼結構吧 還是說 之後可能會 走一個 W 又再上去 到180 ㄟ 不確定 但是 之前 ㄟ 一樣 我那時候我說看空嘛 我說我只看得懂 180這邊 當然 我也沒去空啦 我也沒去空 對 所以 我們錯失了非常多這個 反空的這個機會 當然 看下一次會不會反彈吧 反 下一次反彈就 就空吧 對啊 就大檔的空吧 然後我們看一下合情控 合情控這檔是有空到 對 今天不知道什麼 大家問的 我都 有 有 曾經想要做空 但都沒做到 那這檔為什麼空 因為那時候畫一個下歇形態呢 剛好空在這個位置 對 空在 大概這個位置 那 大概這一根就回補了 這一根我就回補了 對 那 跟現在的價格相比也差不多 如果說當時候我的單抓著 到這邊的話 搞不好 一些時間價值 因為我是用全陣空 因為全陣 有時候還是比較方便一點 對 因為 他的一些資金呢 假設我空到這個地方 我到這邊還可以再加空第二筆 就是 我的一些量呢 可以放大一點 然後 現在 應該是蠻有機會 他會再次 我覺得慢慢疊到22.5吧 我自己的看法 如果說 這個地方守不住 這個地方 目前看起來是好像 好像要守住 不過 不確定他會不會守住 當然我 不會想要去截啦 因為如果說看這個結構長這樣的話 我不會去截 我寧願等他突破 我再去買 然後 不然就等他再疊到這邊 就是一個下洩形態疊到這邊 觸底之後 然後打底 可能 不知道要打多少的底 然後才反彈 那目前這場不會去看 好看一下聯羽 聯羽的話 目前呢 我認為啦 我們看他6月22號這邊有爆個大量對不對 3分7千4293 他的最高價格是26.2 然後今天剛好是掌停板 對 掌停板是26.1 所以 我自己覺得這邊是一個壓力位 那 就是 假設我 我原本就是不買這個 不追多嘛 那不追多的前提之下 我就看到這邊是壓力 更不可能去追啦 就看到他前面就是壓力 有可能明天開 開平板直接往下殺 欸 這是有非常有可能 遇到的機會 對啊 非常有機會 然後 如果說這一波 我覺得他必須守住的價格 比較強勢 當然就是他前提一點 就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一點就是這樣子 他前提點大概就是22塊左右 然後如果說他在守不住 應該是蠻有機會跌落到這邊 之前有去撐的這個17塊這邊附近 對 那也可以等待這一波疊式結束 然後再去做進場 那你也可以選擇在這個地方做進場 那都有機會 因為 因為畢竟嘛 22塊拉到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大概26塊多 這邊也有個大概20%的這個漲幅啦 如果說真的 呃 有買到的話 那是個20%的漲幅 那當然他這次再下來 你也不確定說他22塊是守不守得住 有可能明天爆一個大量 然後往下跌 然後拉一根上癮線往下跌 這也是非常有機會的 我們看一下上癮 上癮是 確實是在這一波跌 蠻慘的 可以看到2020年3月那時候的低點 是在這邊附近 對 然後 這邊是形成一個W底 然後上去嘛 這邊上去的位置大概是在 這個6月1號 對 是這個 應該這個是這個 MSCI指數 然後調節完的隔一天 他是往上噴 對 往上噴之後 目前他所遇到的壓力是 有一個經過驗證的啦 大概是這個範圍啦 大概是270-280 這邊10塊錢的這個範圍 對 然後 他目前的情況 呃 以這邊的結構上看起來 感覺上他是應該要鎖住230 不過 看到他是有 6月20號是有跌到 呃 229啦 229 哦不是230啦 講錯講錯 是這個 235啦 然後看他這一波是有跌到230 所以 基本上這邊的範圍 你可以把他抓成這個樣子 就是230-235 這邊是他 低檔的一個範圍 不過 目前他是 這一波進行了反彈 欸這邊進行反彈 那反彈遇到前高壓力 往下去疊 啊 這樣子應該是 整體是比較偏空去看待啦 這邊應該是拿來這個 應該這邊應該拿來做空的啦 對 這邊拿來 整個結構應該拿來做空 當然 你在230這邊去結 也都可以啦 因為 我真的也不知道 到底哪邊在做反彈 不過這邊 目前是一條下山趨勢線 對 除非他這邊進行盤整 然後慢慢越過去形成一個 三角狩獵的結構 不然的話 他應該是蠻有機會在跌落回來 這個地方 就看自己個人的風險 對 那資金控管好 慢慢買就好 零股買也可以 雖然零股沒辦法 這個 當天馬上衝銷掉 對 那也不建議啦 如果說你要接多的話 還是比較建議用 這個 你有多少資金做多少事情 就是 你可以當衝掉 因為你 你可能當天去接 當天直接3% 直接跌下來 對 其實現在目前都非常有機會 所以 我做空的時候 才會用這個 前陣 他做多就是用獻股 去 去操作 啊 龍之龍券都可以啦 對 因為也是可以反向操作 那 我們 新勝利嗎 新勝利其實 有點稍微看不太懂 不過 之前有花一個大概35.7 這邊的一個價格 然後 目前的一個情況是 感覺上他跌不太下去 那跌不太下去 就有機會做反轉 這個 也不好說啦 對 也不好說 所以 目前整個結構呢 你可以去試彈看看 當然都ok 因為 呃 在 短期之內 他這邊是有爆一根大量 5月24號爆一根 非常非常大的量 然後下殺 對 然後 5月25號這一根基本上 應該也是出貨的 所以 他要再拉回去前高一點 應該也 不是說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邊也是經過很多次的測試嘛 這邊這個應該滿滿的壓力 大概65塊 但是他目前看的應該也不是那邊 現在看的應該是下降趨勢線啦 對啊 他整體最大的壓力是在46塊 5 如果說 後面有反彈到這邊我會想要去空 對 這邊我會想要去空 因為 結果後面走一個區間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他基本上沒啥反彈 所以 很難說他後面會不會再 變得更強勢一點 然後 這個39.2塊我覺得基本上可以刪掉 他感覺沒有所謂的 支撐的感覺 對 所以 呃 金掌其實有點稍微看不太懂 我也不認為說 35.7這邊就一定會做防守 我覺得要做防守 直接抓他最低點 這個位置 應該就可以了 對 應該就可以了 結果沒什麼斬碼 沒什麼疊 你把他當作是有人在吸草碼 那吸一吸 搞不好有機會再往上拉一波 那拉一波可能就是他自己要出貨 然後你也得走的一個位置 對 因為現在有可能形成一個三條收斂了 好 那我們這10檔就大概簡直到這邊 那 一樣 喜歡我影片呢 就幫我點個讚 再幫我訂閱起來 然後 非常 再一次 再次 非常感謝大家 觀看我的影片 對 在這個 非常熊市的這個時間裡面 好 明天再見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 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